请问老大这波寒流什么时候会最冷呢 好的 这波寒流是从周日开始 那一天比一天冷 到了周二到周四的清晨 这一段时间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我们从电脑模拟资料可以看到 在周二的早上八点 这个零度线就已经在台湾的上空 这是离地面大概一千五百公尺的温度 这个推算地面的温度的话 在台北的观测站 大概会量测到九度左右的温度 不过这个时候在台北的大部分地区 都在七度八度左右 其中最低温很可能会有六度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那这一个再加上 在这一波在周一的时候 又有第二波的水汽进来 所以会使得这个天气非常的湿冷 所以感觉上又特别的冷 所以在这一个寒流下来的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周二到周四的清晨这一段时间 一定要做好防寒的措施 也要多添加义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目前卫星星图上面显示出来的 就是东半边有一些云系 在今天清晨靠近了 所以带来一点零星的降雨 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侵蚀多云的这个状态 另外也可以看到在大陆沿岸这里开始有云层稍微发展 那这个云层会跟着在明天的时候会影响到台湾 那至于这一个从雷达回波上面 目前看到的还是东边的这个这些降雨回波 那在陆地上就这个回波就没有什么这个显现出来 那所以今天的实际上的降雨 就可以看出来主要就是在华东这一带 有一点零星少量的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 那在气温上面 所以今天是相当热的 可以看到在气温上面 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都在新北就有28.6 中部南部甚至于超过30度以上了 所以白天是有一点热的 那清晨还是有浮色冷却 带来比较偏低的温度 因此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不过明天就会改变掉了 因为明天基本上就是封面影响 所以这个下雨的情形 会慢慢的扩展到这个中部地区以及东半部 所以这一个整个气温的状况 也会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有一点下降 不过冷空气并还不明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从天气图上面显示出来的就是 这个周六方面通过 那在周日的时候呢 开始这一个冷空气开始逐渐的南下 那连续三天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等压线越来越密了 所以这个冷空气会越来越强 那尤其在周一跟周二呢 这个水气会增多 所以下雨的范围扩大 所以感觉失冷的地区呢 大概中部以北都会有明显的感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一个气温上面呢 就是明天 这个虽然冷空气还没有很明显 不过高温会因为云多下雨 也下降到23度 所以气温是23到15度 那后天的话 礼拜天开始 这个冷空气就逐渐的在一个南下了 所以气温一天比一天低 也可以看到 在周二周三 大台北地区 大概就有七八度的这个气温出现 其中最低的可能会降到6度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 明天就是中部以北会转成下雨天 周日开始 气温一天比一天这个下降 越来越冷 周一周二的清晨到周四的清晨 这一段时间最冷 下雪基本上在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拉拉太平俄湾山都有下雪的机会 至于这一个大吞山 它处在一个下雪的临界条件 阳明山的话就温度就不太够了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